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話多深 蘇迪勒颱風席台 滿洲消防分隊小隊長出勤到民宅滅火 反對途中發現路數青島 他擔心深夜影響行車安全 不幸被酒駕的正姓男子當場撞死 但是消防署卻認為 陳姓鴻不符合因公殉職的要件 駁回縣政府因公殉職的申請案 整個颱風天就這樣被撞死 消防署認為小隊長搬移入宿 非危難事故 而且現場沒有立即的死亡危險 小隊長是遭到外車追撞 才會意外死亡 不符合因公殉職 消防署的認定家屬無法接受 認為消防署罔顧第一線人員的辛苦 希望消防署能夠開會重新認定 然後希望讓我就是可以通過 因公殉職這個案 消防署的決定 就連縣長彭蒙安也看不下去 開記者會幫家屬出氣 他還在執勤請勿當中 如果再不叫因公殉職 我不知道怎麼叫因公殉職 明明是在颱風天出勤 卻遭到酒駕男撞死 但是消防署卻說不是因公殉職 到底是怎麼認定 讓人匪夷所思 而面對外界的批評聲浪 消防署改口說 已經跟屏東縣政府達成協議 會以撫恤法的規定 韓宋全序部審定 幫小隊長陳信宏爭取重優撫恤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導